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年轻人 后生可畏 谢谢韩总 行 我会尽快给你答复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心意科技的云刚总 他们又制定了新的修改方案 你放心 我都已经录下来了 对 改定给你送去 刚才我和龙翔那边通了个电话 他们对我们的印象还这么不错 我觉得吧 不管谈得成还是谈不成 我们都已经尽力了 尤其是大乐 最近帮我们解决了很多难题 也就是提供一些想法 真正实实的还是好大家 总而言之大家都辛苦了 要不这样 咱们晚上一起吃个饭 行啊 好 华阳 我记着你之前推荐了一家餐厅 先联系一下 我们进场 好啊 那就这么定了 我记得你别乱拿到你的工作 陪姨姐 我这儿有送文件 您帮我看一下吧 喂 你在哪儿呢 那我现在去找你 好 一会儿见啊 嗯 试试 初遥 你去哪儿啊 我们是不是约了晚饭啊 你该不会忘记了吧 不好意思啊 我约了更重要的朋友 要不然我们下次在一起吧 你的朋友这么重要 我就不重要了吗 初遥 你已经第二次放我鸽子了 我在你心目中 就这么没有位置吗 你别在这儿跟我争论这些 下次我们再一起吃 我先走了 那我的晚饭跟谁一起吃啊 你爱跟谁一起吃 跟谁一起吃吧 不是 齐依 对 马上来安排吗 我签你 小韩总 初遥她就是给你支气呢 你哄哄她就可以了 谁说我是因为她的 我就是想签你吃饭 定了 好了好了 小韩总 你少喝一点啊 你这是受了多大的委屈啊 还不是因为李洛书呢 破公司出什么事啊 现在这车的心思根本不在我这儿 觉得自己被打入了冷宫 只能记住个小仇了呗 今天韩总对李洛书他们那个方案 好像挺感兴趣的 是挺感兴趣的 只不过不能跟你说 好 也是 我就是一个公司的小员工 你要说这样的话 就没意思了啊 不过呢 开在你今天陪我喝酒的份上 那我就告诉你 但是 你可千万别跟别人去讲啊 我跟谁说呀 你小员工 我爸跟我说呀 他确实觉得李洛书他们公司 这个方案挺好的 但是就是价格太高 就想办法压价了 不过你说我还怎么办呀 一边是我爸 那边呢 是 是李初遥的弟弟 左右为难 那 韩总想到什么办法了 他想让他们公司内部瓦解 现在市场上好多都是这样的 只有内部瓦解了 才能趁机压价 你可千万别跟其他人说啊 尤其是李初遥 初遥是知道 我跟我爸一起算计他弟弟 我就彻底完蛋了 你放心 我知道谁都不会说的 这是出过我们两个人的小命 不过就我官长 李洛书他们啊 都是一个鼻孔出气的 我爸这如意算满 估计没戏 你 需要我帮什么忙吗 你喝多了吧 我爸都搞不定 你怎么帮啊 这个事啊 说不定 我还真能搞定 我知道了 最近大家都有些心结 我们好像也好久没有出来去主餐了 咱们今天就都把手机放在这儿 都不去看了 我们面对面的好好聊一聊 谁先看呢 谁先喝吃饭 怎么样 行啊 来来来 来一杯 不是我买的啊 我跟你们说啊 我还得再加一个菜 四姨你想吃吗 你就那么点出息 要你管 跟谁说话呢 反正不是跟你 行了行了 喝一个吧 来 干杯 咱安总 你给下保守秘密啊 你放心 我还害怕你说出去了呢 好了 时间不早了 我先走了 拜拜 你没事吗 没事 路上小心啊 拜拜 拜拜 怎么样怎么样 我刚才演的可以吧 好莱坞级别的吧 怎么样查出来了吗 喂 吴总 心意科技的人刚走 他们又制定了新的修改方案 你放心 我都已经录下来了 对 赶紧给您送去 我发现 琴衣好像跟吴亚军有联系 应该是她在背后搞的鬼 另外 你们公司好像有一个内部人员也有问题 好 我知道了姐 等我消息 啊 啊 韩子墨啊 你之前不是一直想证明自己的清白吗 帮我吗 华阳 我记着你之前推荐了一家餐厅 联系一下 我们进场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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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时候跟奇艺勾搭上了 哎 什么叫勾搭呀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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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我们不能听的吧 有什么我们不能听的吧 没有 喂 华阳 我是奇艺 你怎么回事 吴总都催了我好几次了 那两百万你不是已经都拿到了吗 资料呢 核心资料在哪里 我告诉你 明天是你的最后期限 我在吴总那儿可说了你不少好话 别让我下不来台 来 我说过了 我们韩总看中的不是你们手里的项目 他看中的是人才 你们韩总啊 果然是有眼光的企业家 哎 不是我自卖自夸啊 就我们这个产品的许多技术难题 都是我来攻克的 你在心意科技里待的时间不短了吧 那是 我都算是元老级的了 我怎么觉得 你在你们这个团队里的地位 还不如那个后来的 常大乐重要呢 每次李洛书来开会 他带的技术总监都是他 那日外来的合照会念经 如果真要说这个产品的熟悉程度啊 他远不如于我 这个产品的设计初衷到发展过程 到将来的升级概念 这个团队里边我最了解 听说你们这一次啊 对产品进行了升级改进 我们韩总 对你们这个前瞻性的做法 非常地赞赏 但是我就是想问 这次升级成熟吗 这个大可放心 我告诉你啊 就连运行当中 可能会出现的一些伤害 我们都已经一一攻破了 保证万无一失 你们能做得出 非议科技也不比你们差 你怎么就能保证 他们意识不到呢 他们跟我们比起来可差远喽 我不信 在我看来都差不多 我们想出来的解决办法呀 他们估计连做梦都想不出来 这么厉害 那我能不能见识见识 这见识可以 但是 开个价吧 我不贪 两百万 干杯 原来那天是你小子 你二胆挺肥啊 你还往我身上泼脏水啊 我想知道为什么 我承认 这事是我干的 但所有原因都是因为他 一个外来人 我们的产品一千两百万 就可以顺利地卖掉了 我们的公司也不会有 今天这一步 我没有梦想吗 我没有梦想会跟你们 组成一个团队吗 我没有梦想 我会没日没夜地去敲代码吗 我卖的是我自己的那部分 我花的是我那部分 和你有半毛钱关系吗 是我没日没夜敲代码 我自己赚出来的钱 是属于我的 自己赚来的我有错吗 什么叫你的那一步 那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心血 一千两百万 一千两百万那是并购 不是收购 以我们现在的技术而言 如果放在其他领域 这个价值将远远超过一千两百万 而且当初这个事情 是我们大家共同商业过的 两百万你就把我们大家 共同的梦想给卖了 你为了你的义己思义 你把我大家所有的心血 就给卖了 你无耻 说谁无耻呢 说你无耻 你才更无耻 我告诉你 你每天跟牛思义在一起 眉来眼去的 你才是那个更无耻的混蛋 思义你让开 你装下谁呢 你装下谁呢 别打了 怎么 说谁混蛋呢 跟我说 你走 你走吧 好 来 谢谢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姐 请啊 赶紧把蜂蜜水喝了吧 嗯 以后啊你要喝多了就别回来了 更别让我去接你啊 我 没说什么吧 当然说了 你应该知道的 你说的那些在咱们这个家是不可能的 喂 月初遥 你是不是睡了 你是不是喝酒了呀 我还没和你说完吗 你在哪儿 我还没喝酒 我还没喝酒 你是不是会喝酒 我还没喝酒 你是不是会喝酒 那我会喝酒 我还没喝酒 我你爹 你怎么会喝酒 我家人是喝酒 我叫你喝酒 要睡 回家睡了 初遥 你叫我什么 初遥 你疯了吗你 从小的时候保护你 凭什么时候好心情 叫我个姐姐 肯把你委屈的 好 我不喜欢叫你姐姐睡啊 我喜欢你 不是姐姐也让你喜欢 有一份爱放在我心里 即使沉默着 也值得我们拿去炫耀 我依赖的你可能都不知道 一分一秒对我多重要 生活不过是你陪我走过的每秒 爱过的人 现在应该都很好 你就那么不想叫我姐姐啊 我发现你小心得厉害了是不是 在公司一顾百应了 叫我姐姐委屈你了 没有 没有 我告诉你啊 你姐我永远都是你姐 我会用实力证明的 咱俩到底谁在照顾谁 我吃饱了 你吃吧 你吃饱了 我昨天是怎么回去的啊 昨 昨天喝的不比你少 我自己哥怎么回家呢 我请 可能不会让你来 不是 怎么了 出事了啊 我姐早上说了一顿莫名其妙的话 我 莫名其妙的话 我好像是说了这种 你不会是跟初遥表白了吧 我记得昨天喝到最后的 昨后你一直在那念的 说什么 不想一辈子做她的弟 不想一辈子跟她叫姐 那我听你这话茬 八成是跟这有关的 想起来了 没事 表白就表白嘛 这也算是了却了一桩心事呢 应该不是 因为她跟我说的 什么你保护我 我保护你的 我也记不清了 我说你行不行啊 喝多了 都不愿意在我前进一步的 我 我是真是服了你 行了 你要不跟你说了 公司见吧 找我有事儿 要想人不吃 除非寂寞位 如果你非要在心意科技背后 搞什么事情的话 就别怪我心脏跟旧脏 跟你一起算了 齐 王阳 你怎么在这儿 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你那个电话把我给害惨了 你知不知道 我现在彻底地离开了心意 那不是好事儿吗 钱你也拿到了 现在你也恢复自由身了 好好享受你的自由生活呗 帮个忙 我 帮你怎么帮啊 帮我引荐 我好情非意 那 我有什么好处呢 条件你看 不过分就行 行 那我好好想想 行 什么情况 你自己看 律师函 吴亚军告我们侵权 说我们偷了他们专利技术 那就是放屁 吴亚军这就真要说一下话了不是 这也怪我了 当初他们抢先注册专利的事儿 我怎么也没想到 他们会有这么一手 吴亚军这个人本来就算了不起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何叔 我刚才想了一下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你说 就是我现在立刻回北京 到户处社交 搜集吴亚军抄袭咱们的证据 然后进行反诉讼 告他们自己 证据哪儿那么容易被找到啊 我之前在户处社交的时候 毕竟是核心技术独的 那里都是我的老幕下 和我找我的机会 还有两个特别好的朋友 只要我能说服他们 拿到吴亚军对于咱们产品 技术剖析的数据和证据 那么这颗律师喊也就没有效果了 咱们之前对抗的备案 也就能排得上用程 公司也就能转备为案 不行 对您而言太危险了 洛书 我 我也 洛书 让他去吧 这样至少咱们能转被动为主动 是啊 我也觉得有道理 你就别犹豫了 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时间 这可关系到心意科技的未来 行吧 别谈保险 放心吧 初遥姐 你的快递 谢谢啊 初遥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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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嗯 韩总 吴总到了 吴总 韩总 来 快请坐 来来来来来 好 来 吴总怎么今天这么有空 涮不龙翔来啊 我今天来 完全是为了您 心意科技的项目 还在等着龙翔的资金对吗 连你都知道这事了 哪有不透风的墙啊 同类项目嘛 但凡业内有点什么风吹草动 都会传出点风上来 那咱们说 吴总是闻风而动啊 好 那我就 不绕弯子了 心意科技要的这笔钱 您不能投 为什么 为什么不能投 这么赚钱的项目不投 因为他们担不起 韩总 我知道 您现在把心意科技 当作和龙天资本竞争的 重要的砝码 但是依我看 他们现在的实力 根本无法担任这个众人 他们不能承担 谁担 你们 你就放心嘛 我什么时候出我亏啊 我估计也就 今明两天 所以你就把心放肚子里 喂 姐 洛书 你们那边怎么样了 挺好的 怎么了 公司这边联系你们了吗 没有啊 怎么了 我刚刚看到吴亚军来公司了 吴亚军 他应该是来找韩总的 我怕他一过来 公司就对你们 总之 你最近留意一下公司这边的事情啊 好 放心吧 嗯 最好没事啊 不是 怎么了 我姐说吴亚军去龙翔了 这孙子又去行风走浪了 如果龙翔不行的话 就只能希望龙天那边别再出什么岔子了 但愿吧 你一定冲住了 我尽快赶回来 看来我之前 对整件事情还不够了解 对你们飞翼科技的实力也低估 不能用低估这个词 我觉得是 不够了解 不过现在了解也不晚对吗 对对对 对了 你刚才说那个长 长 长大乐 对 长大乐曾经是我们互助社交的 技术骨干 后来在李洛书的利友之下 他把我们公司研发的专利技术 剽窃走了 并且带到了新翼科技 当然了他现在成为了 新翼科技的核心骨干 核心人物 目前呢我们公司正在搜集证据 向法院起诉新翼科技 专利侵权的行为 吴总这么一说整件事情我就清楚了 之前呢 我跟新翼科技做这个项目 首先是项目赚钱 但其次呢 我是觉得这帮年轻人有热情有干劲 我还想扶植他们一下 但是我韩某经商这么多年 赚钱是肯定的 但是我认为君子爱财 确实有道 他们这么这样 他们这么做 我觉得是道德 道德品质 你说对了 这是一个道德问题了 所以韩总我觉得 我觉得如果您要是继续再跟他们合作的话 他们会损害到公司的利益 而影响到您的个人的名誉 所以我建议您要重新考虑最后的投资对象 吴总 这件事不管怎么说 我得谢谢你 不要说谢 其实我们公司我就 你不用说 你的意思我明白 这个项目 是吗 我 是吗 我 是吗 一回来就抱着球出去了 打篮球去了 行 那我先回屋了啊 个人觉得 要先放心 不能急 韩总 我希望您不要误会我 其实我并不是说 在背后要说他们什么 当然了 心意科技的这些事情 我很早就知道 但是为什么一直没有告诉您 是因为我希望我们两公司 有一个良性的竞争 但是跟您 后来咱们接触时间长了 我觉得您是一个 特别特别好的人 真的 您是个特别好的人 所以 如果是因为他们 影响到您公司的利益 或者说影响到 您的个人的名誉 我 我真的 我心里会觉得特别的不安 谢谢 真是谢谢吴总 不 谢谢吴老弟 谢谢老弟了 不过这件事情啊 是这样的 当初跟心意合作 也是董事会决定的 我虽然是董事长 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 所以 这个事儿 我必须上董事会 我 我非常理解 那 那 我就等您消息 行 等我消息 好 还在想着 吴亚军的事呢 我想他干什么呀 上次你不也看到了吗 你们公司的董事会 好像还挺喜欢我 卫雅军 今天又来公司了 我觉得事情应该没有那么简单 虽然董事会之前挺喜欢你们的 但是 他们一参合进来 就 洛书 你们应该找个适当的时机 把他们恶意抄袭的事情 报告给董事会 对 这样的话我也可以帮你们 你刚进公司 就前后为我铺路啊 我是担心你太嫩了 在职场上 斗不过那帮中年大叔 我还没试过呢 你怎么就知道我行 好 司翊 大乐有消息吗 还没有呢 司翊 他不会不回来了吧 这关键时刻啊 不会躲在家里睡觉的吧 你以为都跟你俩似的呢 都开始替他说话了 原本不是瞧不上人家吗 还看你说的 日久生情 这人哪 总有看对摇的时候不是吗 司翊 你现在的小心脏 是不是扑通扑通的在想见大乐啊 喂 姐 对 洛书 你们之前的投资申请 被董事会驳回了 这件事情 应该跟吴亚军有关系 董事会现在决定 转向去跟他们合作了 对不起啊 洛书 没事 姐 应该是我们方案做得不够好吧 我们还有龙天呢 别担心了 那要是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你再跟我说 行 你忙吧 龙强把咱们的投资申请 拨回了 但是那天咱们汇报的时候 他们反应不是挺好的吗 是啊 可能是处理些什么变故吧 今天龙天那边也在开董事会 有消息也会通知我们 龙天有善意安帮咱们 应该比较靠谱吧 都到齐了 我们就来商议一下 对新颖科技追加投资的影响 这是他们新颖期的财务报表 以及产品的销售情况 他们的市场潜景还是十分乐观的 大家有什么意义就尽管提出来 据说啊 新颖科技呢现在有些问题 产品涉嫌抄袭 山董是不是知道这些情况了 如果新颖科技这次真的出了问题 那这次我们非大不能追加投资 反而要终止和他们的合作 大家听我说 新颖科技只是暂时面临困难 他们还是十分有潜力的 有没有潜力不说 我们不能拿自己的钱陪着你玩上 我看这样子 愿意支持山董的留下来 同意跟这个新颖科技终止合同的 咱们也没必要在这儿耽误时间了 好 你看过我了 进来 来 来 坐 坐 起 你先出去一下 把门带上 这个我一会儿看完了找你 好的 韩总 给非裔科技投资的事情你怎么看 我认为 非裔科技的销售成绩确实不错 市场竞争力也比较强 但是韩总 我对非裔科技只保留太多 保留太多 这么说 你对非裔科技这个项目你兴趣不高啊 本来我还想让你去负责一下 本来我还想让你去负责一下 既然你兴趣不高 这就做不好 这做不好 做点什么 韩总 您的意思是 您很快就知道 您不能兴趣 您可可 您不想找什么 您是认识的 这认识呢 我们就想找到 您去找到 您的vantail 您的东西 您的蜂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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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蜂 我最早知道 我最早就想到 您能找到 您的帮助 您一名 您是 您家的交易 您的帮助 不过你放心 我会查明中间到底出了什么差错 我会再次向龙天董事会提出申请的 谢了 洛书 怎么样了 冬天也终止合作了 什么 山一安呢 这是董事会的决定啊 他也没有办法 可是现在龙天是咱们最后的希望了 如果现在终止合作 这不是见死不救吗 咱们只能再找一找其他投资吧 要不然 就太对不起大乐跟我们争取的时间了 没关系 好 再见 老师 洛书 我已经给之前所有有投资异象的公司打过电话了 他们都觉得我们风险太大 不愿意合作 看来龙天和龙强拒绝我们的事 已经在风头公司内部传开了 那怎么办 现在所有的公司都不愿意跟我们合作 不能干等政 是啊 洛书 好 思义 你看能不能约他们见面聊一下 我想再争取争取 好 好 漂亮 这一仗实在是太漂亮了 程总您一出手 心意科技彻底就完了 好 吴总消息很灵通嘛 还是程总您厉害 我敬您 这一仗实在做 请坐 我怎么听说 我怎么听说 之前龙强也想跟投心意 有这回事吗 那都是什么孽约的事啊 老黄历了 按照现在这个形式啊 如果换成是我 我肯定会低价收购 怎么可能会继续跟投 走 我怎么听说 这次我可是把宝都压在你身上喽 程总 您放心 我吴亚军从来不打没有把握的仗 我向您保证 我们飞翼科技更值得您关注 来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请坐 尝尝 请坐 人都到齐了 那我在这里呢 要宣布一个重要的决定 鉴于黎初遥 在万和地产这个项目中 所表现出来的良好的专业性 和工作态度 经过董事会决定 决定从即日起任命黎初遥 为项目部的副总监 韩总 我 小离啊 继续努力啊 大家都看好了 为项目部的副总监 我刚刚得到一个消息 龙天资本 已经终止了和新翼科技的一切合作 什么 所以之前的投资计划 全部中水 现在呢 正是低价收购新翼科技的大好时机 我们既然要注资非翼科技 那么现在收购新翼科技 就是为了防止 有跟非翼科技 在市场上竞争的同类产品 李副总监 我们之前也做过这方面的讨论 那么从现在开始 关于非翼科技的这个项目呢 我会另派人负责的 你就专心致志地 负责新翼科技的事情 你要尽快到项目部去报道 要跟张强熟悉一下业务 齐翼 你也搭把手 帮李副总监 把东西搬到新的办公室去 好吗 好的 韩总 韩总 我恐怕难以胜任 既然董事会已经决定了 你就执行吧 希望你从现在开始 把心思 都放在新翼科技上 好 如果没有别的事情的话 散会 我已经是刚才 用那股爱的 你 か 他很尊小 散会 把你还在 看到 你看 他们 可以 他是 没有 我 就 你 的 我 对 她是我弟弟 公司让你负责收购的事 是看重你的能力 切记 工作的事情要跟私人感情分开 你是公司的人 很多话我想不多说 你心里也明白 韩总很看好你 别让他失望 好 我明白 先忙 当初都是几千万几千万的往外蹦 现在只给咱们三百万 其实 我觉得 三百万对于现在的咱们来说 已经可以了 因为咱们现在跟非议科技比 咱们现在确实没什么优势了 是啊 我也这么认为的 有钱总被没钱咬 你这么认为我 你就可以看哪什么 你不会判定 我会让你 老婆 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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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让我取得 我扶了 你需要 然后你拿来 回报 Delta 你也要付一下 你会把他给同事 你给我把我结认就 你会有钱 在我怎么办 非议科技清扫业内障碍 所以 想要收购新义科技 这是合同 我知道 你们为公司付出了很多 要把自己的心血 这么拱手让人 确实挺不容易的 我就是来通知你的 你不用着急给我答复 好好考虑考虑 可是这五百万 咱们之前做远程医疗的时候 可不是这个价格 怎么转一圈反倒便宜了 我倒觉得 可 可以卖 大家还记不记得 当初我们一起创建公司的时候 是为了什么 不就是为了卖产品拿钱吗 是啊 这五百万 这五百万对于我们现在的产品来说 确实不够多 但是吴亚军他从中作梗 咱们不能拿以前和现在比了呀 我倒是觉得 这笔钱对于我们现在来说 确实不少了 你还要是 卖书 知足常乐啊 嗯 我也这么觉得 现在我们最多 也就只能吸引到三百万的投资 和这五百万相比 当然选大头了 我不同意卖 卖了公司就没了 卖书 你想想 大乐走着钱跟我们说的 咱们再挺一挺吧 咱俩不会再见面了 我 以为 我以为咱俩 以后都不会联系了 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 我不该怀疑大乐 我不想再跟你说这个事了 我今天找你是别的事 什么事 公司里除了常大乐 就属你的李洛书最好 对呀 你告诉我 洛书现在是不是真的要放弃 心意科技 你说这事啊 对 他是打算放弃心意科技了 那你为什么不劝他 思逸 洛书的性格你又不是不了解 只要是他决定的事 就一定有他的道理 可是我们就这样看着 李洛书自暴自弃吗 我们为了心意科技 付出了这么多的努力 李洛书为了心意科技 付出了那么多心血 我不想心意科技 就这么没了 我知道 是我不对 是我幼稚 是 是 现在能让洛书重新振作 让心意科技重新开张的 只有一个人 还在想着合同的事呢 是啊 现在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选择 人在变 人的境遇也在变 这一辈子 不可能所有的选择都是正确的 不过我相信你 你的选择 一定是当下最好的处理方式 现在也就只有你这么相信我了 你不想卖掉心意吧 当然了 这么半途而废也太可惜了吧 好 那我帮你 我们一起保住心意 罗叔 如果一个人有梦想 所有的困难都会给他绕路的 嗯 这就是你给我的交代 心意客气放弃收购我也无能为力 拒绝收购 就是想多要钱呗 对吗 韩总 您误会了 我认为他们是真的不想把心意客气专手 这都是被收购方的托辞 什么不想啊 打打感情牌 就跟自己孩子似的舍不得卖对吗 你告诉他们 五百万这个价格已经顶天了 多一分钱都不可能赢 而且你还要告诉他们 这次不同意 以后这个价都没了 小吕 你的能力 董事会是知道的 这我就不多说了 我绝对这件事你没有问题 我给你一个月 我就给你一个月 这个问题你必须给我解决 来 儿子 吃鱼 这个鱼新鲜 吃鱼啊聪明 谢谢 谢谢妈 怎么 嗯 你最近跟小离怎么样 挺好的呀 怎么了 是这样的 有件事情啊 在公司我跟她不方便说 你抽空告诉她 公事和私事要分清楚 等等我 什么公事私事的 怎么了 你这样 龙翔啊 要收购小离弟弟的公司 我看小离在这件事情上 有点心不在意 喂喂 你说 你要收购李洛书的公司 不是吧 你收购也就算了 你还让初遥负责这个项目啊 你 你让她怎么做呀 这不难为她吗 这什么难做啊 她现在在龙翔 就是龙翔的人 做一切事情 都应该把龙翔放在第一位 这就是公事 懂吗 我跟你说 就算是我们 不收购她弟弟的公司 让她自己做 做不下去 你这不讲道理 如果有人让我收购龙翔的话 我肯定不乐意啊 这不是胳膊肘往外拐吗 儿子 你这个私务是没有错误了 顺着你的私务咱想想 有一天 黎初遥嫁到我们韩家 成了你媳妇 如果她不把你的利益 放在第一位 你觉得这胳膊肘 是往里还是往外呀 所以说 这次的收购 她必须做好 要不你跟她的事情 跟我们俩就不要再听 所以我好好想想 对吧 先吃饭 吃饭吃饭儿子啊 吃饱了再说 初遥姐 灵禄叔她之后还有什么打算吗 我也不太清楚 应该是想先休息一段时间吧 我刚才看见她 她好像精神状态不太好 心意科基的事对她打击很大吧 心意科技是他一手创建的 现在公司没了 长达乐也走了 公司里的人都各奔东西了 他心里肯定不好受 他这个孩子 从小就是不愿意对别人说心里话 现在就算他心里再难受 他也不会告诉其他人的 那怎么办呀 他什么事都自己悄悄扛着 总有一天会压垮的 这样吧 这个周末我去找他聊一聊 单单 你也抽空多陪陪他吧 嗯 我一定常去看他 能不能找他 喂 洛书 现在有空了 我有事想跟你说 我 现在就在你公司门口 好 好 洛书 找我什么事啊 我爸 是不是要收购你们呀 对 我就为这事来的 洛书 我可不希望你眼睁睁地放弃这个好机会 而且我现在听说心意科技是举步维艰 五百万这个价格已经是很体面了 而且你们公司人也不多 这个价格就算均分的话 这个数目也是不错的 你说你拿这些钱干点什么不行 就算你咽不下这口气 你也可以东山再起 是不是 这些钱呢足够做你的启用资金了 不是钱的问题 这个项目我还有心愿没有完成 我不会请你放心 那你已经做决定了吗 完了 这个项目是由你姐来负责的 我爸说了 如果她要完不成的话 就会棒打鸳鸯 把我们俩活生生给拆散了 我姐是负责人 那她昨天为什么还要劝我坚持下去 那是因为为了你好 她不可能直接跟我跟你说的 我说 你看你姐现在好不容易爬到总监的位置 当初你姐进龙翔的时候也是我介绍的 那个时候我爸就极力地反对 所以我爸说了 这个项目她要完不成的话就让她走人 你姐现在的履历啊 她去哪个公司都得从零开始了 所以你为了你姐 也为了你自己 你再考虑考虑呗